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诚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很多人都最怕一件事情 当然除了怕生病之外 就是怕打官司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政治人物跟我讲说 中华民国国民 有一个没有办法逃掉 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不成为被告 有人只要告你 你就倒霉了 那告你就要进入司法程序 比如说诈欺 可以告你诈欺的 到警察局备案等等 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目前台湾的法律 台湾法律 目前我们是讲司法改革 到底有哪些问题 那么什么叫国民法官法 目前已经三读通过了 要国民法官法之后 跟过去的三位法官 然后坐在上面 然后就是固定轮值 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 民间司改会的董事长林永宋 林律师来到现场 哈喽林律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林律师 我知道我们像我们蔡英文总统 或是就是一直强调司法改革 大家觉得说司法 因为大家 还是有人会普遍不太相信司法 有人说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 有钱判生无钱判死 然后如果说 你要不要被起诉呢 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 目前司法改革 到底还有存在哪些问题呢 您觉得最大的问题 大家明明不相信司法 到底在哪里 以台湾的政治这么民主 经济这么进步的国家 人民的心 对司法的信赖度那么低 是少见 少见 也就是说 大概官方所做的民调 或者是民间所做民调 明明对司法的信赖度 大概三成 那也就是说 七成的人民 不相信司法 那这个在一个 民主先进国家来讲 少见 我们并不是一个 我们应该不是一个落后国家 不是一个落后国家 可是司法改革 这件事情 大家 司法 既陌生 但又其他 他被改革 对 那这个部分 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是 我想 我们用比较 大部分的人 其实没有进入司法 大部分人其实没有 那但是觉得很陌生 很遥远 又很恐怖的样子 是啊 是啊 所以 基本上台湾 对法律 对一般人的法律的 教育的普及不够 那 这个整个国家 也不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 你可以知道有一些 像日本 他们有很多漫画 跟法律有关 都漫画 有很多的戏剧 事实上是 跟着有关 所以台湾对这方面 人民对法律 是有距离的 有距离的 可是每天生活的事情 虽然不是你画在你身上 都跟法律有关啊 很多事情跟法律有关 对啊 那但是也有很多的人 也进入了司法的体系 他觉得什么 他觉得很慢 改革关系很慢 很慢啊 很慢 可能要几年 对 这十几年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诶 好像司法人有时候 很官僚 对 态度很不好 对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啊 但是确实有这种印象 很官僚的感觉 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啊 看不懂 对对对 法院的文件 看不懂 听不懂 对对 那又很慢 然后有些时候 有一部分的人不公正 在司法 结果都还不知道 但是过程就态度不好 或不公正 那好像你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办法选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知道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 我要不要跟你做交易 但我不能选择 谁是我的法官 谁是我案件的检察官 我没有选择权 我是就是被 他们说是轮值被指派的 对对对 那你如果说 大体上都有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态度 都是好的 品质也不错 那你就OK嘛 谁跟谁都一样嘛 理论上 他要生产出的产品 一定要有一定的品管嘛 应该都要一定的程度 可是事实上 我跟有没有好的 有啊 有的六分 好像在纸骰子一样 有的一分 就差距非常大 那因为对人民的这些 人民对这些司法的信赖 所以谈到司法改革 大家就鼓掌 大家就觉得应该要 应该要做 可是话说回来 2016年参与总统 5月20号就任的时候 讲到司法不好 讲到司法改革 哇长生很多 可是经过了四年多了 好像没什么动 那司法改革本来谈谈 这样也不容易 不容易是不容易 也确实不容易 他召开了司法国事会议 但是人民有感受到不一样吗 我讲 我举一个很最近的例子 每年的8月底9月初 法官都会调动 调动 那这个调动的情况 就是你的案子 东东东东省到一年了 比如说一年 他调走了 那案子怎么办 新的法官 可能要重新来 重新再来一次 重新再来一次浪费时间 第二个就是说 他来了以后 如果他就 草率要结束 他可能前面的 证人讲的话 他没听到 是 他前面的事情 他可能不清楚 就很快帮你结案 速度可能很快 但是可能不清楚 或者他可能又重新来 那怎么办 所以像这样一个 很没有效率的司法 跟人民距离很远的司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人民对 阻谋案件也会很关心 当然 那对阻谋案子很关心 你会觉得说 法官怎么这样判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 互找的问题 不是单一 但是你可以想象 人民看到的是媒体 很片段的报道 也是 或者是有时候 一面的报道 因为虽然你或许 会看到整个的审判数 可是审判的过程 你并没有看到 通常没有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官方或民间说 那这样的话 人民来参与审判 好不好 是啊 八成以上都说 赞 好 八成以上 民间的民调 官方的民调都一样 八成 但是坦白讲 这边说 你要参与审判是什么 是啊 也不太清楚 是啊 所以我们在 进座期间 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尤云龙老师 做了一个民调 尤云龙 台湾民主基金会 对 那请问 你对于现在 司法院在推的参审 不跟他说明 先不说明 再问他 你了解的情况是八% 也就是九十%左右 不太清楚 没有听过 那你可以了解 一方面能不能说 诶 诶 诶 可是到底要干嘛 参与感很低 不知道是什么 对 司法院说 我有宣传 然后我有宣传 你在你的同层宣传 没有人知道 那那个宣传是当然不够 人们也不了解 那现在法案是通过了 7月 这个 国民法官法 国民法官法 7月22通过 那通过了以后 还是很多人不了解 是啊 有很多人会问说 什么叫国民法官法 什么叫法官法 跟这个美国的大陪审 你传言说不一样 对 那我要做什么 如果 我会被凑中吗 对啊 我也不是学法律的啊 对啊 学法律还不能当国民法官 真的哦 那也就是说都不是学法律的 那我去干嘛 我要判一个人的 三年五年 或者无罪 对 那我怎么知道 我要怎么判 对啊 我对法律不了解啊 对 但是其实这个 是有序的话题 也因为我们 这些 立法过程 有一些 成抗啦 我们反对他 为什么要 你自己的党纲 执政党是民进党 全面执政 你的党纲 是陪审 为什么你就要把陪审排除 因为司法院 所要的是 日本的参审 那跟陪审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也许等一下说明 OK 那我们说啊 不一样 你说你一定要参审 没关系 要不然陪审要不要一起 来事情 因为他要事情 六年再做调整 了解 那既然事情 那要不要一起啊 不要 民进党就坚持不要 我们就很惊讶 你以前都提陪审 你的党纲是陪审 也没改 现在为什么参审 那正好玩 正好玩是 三个在一党都说 我们支持两岸事情 那我们就说 民进党你的党纲 为什么是 环队党在支持 讹定环队 这就很奇怪 那这中间的 而且 而且那个林律师 你知道吗 一般有人说 现在感觉上 如果你案子到了法院 像俄罗斯轮盘 看今天轮值的法官是谁 他的心证是什么 然后他的心证 如果跟你的不一样 或者是说 他对于某些事情 是很厌恶的 或是怎么样的话 其实审判只是一个 刑事 对 就是我根本 因为我遇到个case 我不能讲什么case 他就新政人认为说 你这个本来就不对了 所以审判 当然过程完了 可是结果 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 那个法官的新政 那结果就跟他的新政 是一模一样的 那不可排除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 对不对 这里面牵涉的观念就是说 嗯 你要审判嘛 对 对对 你要审理才能判决嘛 是 那如果审理一开始 还没有听完全部 还没有看完证据全部 虽然你有看到一部分 对 你就已经有新政 对 那你这个审理不就是白做的吗 当然我们 呃 不是要一个法官 都没有自己的想法 当然当然 但是你对事实的了解 到底怎样 对 你要不要听听 对 那现在最糟糕的 就这一种这种情况 就是所谓的 耳朵塞住的法官 耳朵塞住的法官 太快自己有新政 对 那你太快有新政 你就听不出 听不到 呃 可能 呃 两边的声音 你就听不清楚 那其实事实上 呃 我们都有直觉 好 我们都 警察在盘查人 也有直觉啊 哎 他看起来这个人 好像冲七万 哎 可能 就是 八十八 对 经验值 你不能说我用我的直觉 就要把你关起来 不可以吗 也是 或者判你对跟错 对对 为什么是审理 所以那个法官 好的法官是 他有他的想法 但他的想法 这叫新政 他的新政是可以公开 而且他新政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我看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 严告 你这样讲 好像有两个问题 还没有进去 你要不要再讲一下 是为了让你讲 不是为了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了 对 然后我说 严告这样讲 好像有道理 被告你要不要 再受一点 你这件事情 好像讲得不清楚 你的证明不太够 因为这样 我目前认为这样 但没关系 你可以说给我听 你还有什么证据吗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 想要倾听 想要弄得更清楚的 好法官 那不好法官就是说 你说嘛 你说嘛 好像有在听 其实是 然后我心里面想法 已经做好决定 他也不会讲他的新政 他甚至 那个表情让你觉得说 他到底有没有在听 林律师 你认为 就比例上来说 这种法官目前还很多吗 还是说 因为您参与这么多的案子 对啊 你一上法庭 就知道这个法官是谁 应该这样讲 你用什么标准来看这个司法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用 你可以想象 那个包括态度 包括专业 包括这个愿意 了解 认真的去看 那如果要用这么好的标准 真的好法官 到底有没有三成我不知道 但是你说还好的法官 也许五成吧 OK 因为这个很难用什么标准 如果用高标 可能也许三成 但是你可以想象 那七成可能有的还好 有的就不太好 有的很糟 对不对 那这些法官 很难淘汰 不是你要淘汰可以淘汰 也不能 你也不能选择 林永松 讲到这儿 我心里有一点 有点七七 有一点感叹 我们稍微休息下去 我们这种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这种好时辰 我是郑虚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 民间司法改革委员会的董事长 林永松律师来谈谈 最近通过一个话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 听到了 但是不晓得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国民法官法 而且刚刚林律师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的执政党 基本上他们的党纲里面有陪审制度 可是现在希望参审跟陪审一起两岸并行 好像目前只有参审制 没有陪审制 我请问一下林律师 什么叫做国民法官法 然后跟目前那种轮值法官 然后要用 讲来念也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 这个法官新政已成 就这么讲好了 那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吗 那个在7月22日 对对对 7月22日 通过的国民法官法 这个名称 是我们自己台湾中华民国所做的一个名称 其实在这个人民参审判的制度 大理上分成两种 一种叫参审 一种叫陪审 参审陪审 那我们的国民法官法是 比较是大部分是抄袭日本的参审 日本从2009年开始有这个制度 那这个参审的意思是说 最核心的问题是说 现在针对都是刑事 民事跟行政处说没有 那刑事的案件 参审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有三位职业法官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职业法官 就三个而已 就没有了 那我们这种案件 三个职业法官 加上六个国民法官 所谓国民法官就不是职业法官 不是法律系的 也不是拿到证照的 而且一定是排除法律系 是逐案 这个逐案随机的挑出来的 那挑选的制度等一下再讲 那这个六个国民法官 加上职业法官呢 在审理之后 共同决定 这个人有没有犯罪 如果有犯罪的话 他要判多久 这个是由 三加六来决定 那三加六来决定 那六是都输了三分之二 因为六票就可以 可是他一定要 要两边要至少要一票 哦 他不是说你六票就可以 我这边赞成 那边也要票 要一个人赞成 至少要一个人赞成 所以基本上 他的制度是长这样 那你说 那还有用制度 是陪审 那陪审的制度 其实全世界五十五十个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这个都英美体系 其实还有什么 香港 韩国 那我们很熟悉韩国 那韩国已经是 从2008 比日本早一点 就用陪审 那香港一百七十年 我们华联社会 也有像香港 已经用了陪审 那这个陪审跟参审 有什么不一样 陪审是只有一个法官 也有法官 法官的角色 跟那个参审的法官 有一点不一样 刚才参审法官 除了要主持这个程序 也要跟国民法官 一起决定有没有犯罪 跟判多久 但是在陪审的话 那个法官的工作在做什么 第一个 他当然也是要主持 这个法庭的程序 但他跟 假设九个了 美国是十二个的陪审员 他要跟他说明 他要跟他解释说 什么叫无罪推定 什么叫做证据的法则 怎么样来认定 但是他不牵涉到说 这个被告到底有杀人 还是没杀人 他不会针对个案的判断 不介入 他只解释 他们在争什么 你看 他们在争 你看检察官跟辩护医师 在争说 这个被告当时 杀人的时候 有没有在场 那个胸刀的指纹 是被告的吗 等等 比如说他会告诉他 争指点在哪里 然后法律的 规定是什么 那无罪推定的言者是什么 什么是证据的法则 他是中性的解释 了解 然后呢 至于guilty 那guilty 就是陪审团 就是的决定 那个九个或者十二个陪审团 自己决定 法官不介入 OK 但是如果有罪的话 法官来做量刑 判刑 判多久 是法官处理 他是一个昏工的方式 那这两个制度 看起来好像差不是很多 对 但有什么利弊得失 但是差很大 是 为什么 程序有点像 但是 第一个 第一个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 日本的这个参审 有一个 他们实际的运作里面 也发现有这个余虑 余虑是什么 他余虑就是说 这个虽然六个比较多 三个比较少 可是因为你 你那个判有罪无罪 的判决数谁要写 直接用法官要写 法官写嘛 那如果你跟我一件不一样 我会不会说服你 我是一直在当法官 你是一案法官 对 我有法律背景 你没有法律背景 那会不会那些 国民法官会 被这个权威效应 专家 有可能 这个 那他们的分析里面 日本的十年的分析 有研究里面 有33%的人说 有确实有这样的效应 一定啊 那至少有一点 对 那有6%的人说 有有确实有 差不多39%的人认为 有这样的效应 所以发现说 这样的效应的结果 会跟职业法官的判决 就是会趋成这样 但是在美国 也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说那你陪审 会不会没有 法官参与会不会有问题 对啊对啊 他有一个比较大量的统计里面说 虽然那个主持的法官不参与 有罪无罪的 但他信中也有他的想法 是 所以有人就去调查说 你最后陪审判有罪或无罪 跟职业法官到底不一样 78%一样 也就是说那个出来是 法官认为无罪 他也认为 陪审团也认为无罪 职业法官认为有罪 陪审团也判有罪 有78% 那也就是22%不一样 那这22%里面 有19% 陪审团判无罪 职业法官认为有罪 反过来说 有3%职业法官认为无罪 陪审团认为有罪 这什么意思 这显现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说 这个职业法官跟陪审团 其实到底上是 还是有 也不会说太离谱 没有这样 可是呢 素人 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会很紧 大部分的人还是谨慎 所以会比较会落实 无罪推定 也就是说 证据要很严谨 才能判一个人有罪 用白话是这个意思 那反而是职业法官 会说就是你嘛 这个看起来就是你 对不对 那种职业的偏见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不一样当中 陪审团坚持无罪的 推定的比较多 这个比例上会这样 所以韩国呢 实施了12年 陪审制12年 他发现 无罪还是少数 不要误会了 无罪一定是少数 那无罪 职业法官判的无罪 跟陪审团判的无罪 因为他还有陪审团的案件 也有纯职业法官的案件 OK 那职业法官判的案件 无罪是他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陪审团判的无罪 比职业法官判的无罪 多三倍 那韩国跟我们台湾 现在目前状况一样是 也只有刑事案件 有所谓的参审制 对 OK 所以像美国当然民事也有 当然有些国家只有刑事 刑事 从刑事先来 那我们要表达的是说 这两个制度 因为日本的这个参审 参审不是只有一种太样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德国 德国就更不一样 你可以用这样来了解 日本的参审跟德国参审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的参审是三个职业法官 两个参审员 比如三加二 或者二加一 那参审员都比较少 而且任其制 我三年跟你一起 比如说你们两个是职业法官 我是参审员 我固定三年来跟你参审员 那我等于是 也等于是政府 让我在这段时间 我等于是法官 那这样的话 我久而久之 第一个是人数少 第二个是 大家就熟了以后 那个大概都听你们的 所以那个花瓶跟倍数的感觉是更甚 等于一个是大联盟 一个就是那个3A的感觉 可能是这样 大家都一起 但日本他当然就是说 那个选任的方式 是采取跟陪审制比较相近 主案随机的产生 这个跟陪审是一样 我们台湾以后也是主案随机 主案随机 那这个部分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他把有一些人排除掉 比如说你是独华力的不行 你是官员不行 你年纪太大不行 假设啦 或者年纪太轻 23岁以下不行 等等等等 排除了又 剩下还是蛮多人的一个铺 一个名单 大名单 那大名单现在有一个案件 比如说林勇送杀人 我杀人案件被起诉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他要5个 6个 现在公平法官嘛 公平法官 对 他不会只有通知6个 他会通知几倍 比如说5倍好了 30个 然后 然后呢 这三四个你只是预备要当参省员 你还不是正式的 所以这个里面 法官组织 行政下 律师跟检察官 就像别人一样 可以挑 把它排除掉 选任 比如说我可以 因为我 比如说我 郑先生请问你家 有没有发生凶杀案 有啊 我家人曾经被杀害啊 就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的 那我律师就不要了 因为你可能会比较 红情别害人 对 或者怎么样 anyway 所以这个部分 他可能会排除 排除掉以后 可能剩下 比如说15个 那15个还是超过嘛 他就抽签 选6个出来 3个被位 万一有状况 可能 其他就回家了 对 那这个选任的方式 跟陪审是一样 不过他还是参省啊 因为那个司法宴 或民进党就是说 那我这个是陪审参省的融合 没有啦 日本 你这个制度完全超日本 日本没有人说他是陪审啦 因为最重要是谁决定 对 这个是最核心的 选任制度确实有点跟陪审一样 是没有错啦 是没有错 那所以未来我们台湾的人民 你有可能被抽中啊 你有可能被抽中 虽然机率不是很大 但是你有可能被抽中 那很多人民就说 我需要干嘛 我要做什么 我可以吗 我会害到人啊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很多的 跟人民更多的对话 说明 解释这个法律 未来要干嘛 是需要的 而且可是我觉得林律师 对于我心中 马上要起个疑问 光这个决定 这些国民法官 这个过程 时间会拖很长 那你知道 大家会很担心说 我自己 因为刚刚这个 林律师特别提到说 有的 有的 有的案子 审好久 所以过去 有后来有速审法出来嘛 然后大家案子在身上 这种大家最讨厌是进法院 这种案子 然后还要这个过程 然后再等待 然后可能以后这个 国民参审加进去之后 那这个最后的结果 可能还经过很多 扒梗什么的 但我会觉得说 会不会更烦 会不会不是比现在更麻烦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说 一个案子会拖很久 原因是什么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同样一个审级 比如说在台北地方 好像是一审 那在这一审里面呢 可能法官换来换去 对 审到一半换 换B法官 A变成B 就算说七八月 突然间法官就走了 那这个是一个因素 那你假设一个审级 换了一个或两个法官 你就会拖很久 第二个是好 你判了 你一审判了以后 到二审 二审到最高怀 又驳回 又花回更省 那再跟一跟二跟三 再跟 就很痛苦 所以我曾经就演一个 一个史企宛 徐志强 他 很有名 他21年才 对对对 判无罪 判无罪 那跟到跟九审 那你可以想象 跟九审就是高宴去过十次 十个法官 十个法官 对 好 那我们讲回来就是说 那你说 那我今天被你抽中 那我要干嘛 我要干很久 其实也不会 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不会 你可以想象 他这个案件 他只有在审理跟评议阶段 才有公民法官进来 他有所谓准备程序 他是准备程序 你可以顾名思义 准备程序就是在准备 准备审理 那准备程序的时候 陪审员 那个公民法官还没有出现 还没有产生 所以这个准备程序呢 是法官 请检察官跟律师 被告 他们互相来提出 你要提出什么证据 或者你要 在审理庭的时候 问哪些证人 或者要怎么样的提出证据等等 做一点准备 好 选认出来以后 就集中审理 什么叫集中审理 就是礼拜一我被选出来 那我就跟老板说 老板 我当公民法官 我要请公假 接请公假 那他就问说 你是怎样 是7月2号 8月2号 9月 因为我们现在开定式 就是一段时间开制 对啊 我去法院公 这个再来下一个审判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但是这是现在的审理方式 人民也觉得很痛苦 那法官 我们都很习惯这样的模式 可是未来 你要让人民进来 你就说 7月1号选出 下午就开始审 那连续审 7月2号 7月3号 7月4号 7月2号 结束了 平立这样 就一定要集中审理 对 这样子才 那这样才合理吗 对对对 因为你才会说 哦 这个证人讲的 就在这两三天讲 我要平立的时候 才不会忘记 脑袋还很清楚 对啊 要不然我10月2号去想 2月2号 那个证人讲什么 好奇怪 对 所以这个集中审理 是不是现在的规定 是啊 有做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就习惯这样 对对对 那就有这样的问题 了解 我们稍微继续 可以继续回到我们中午好时辰 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虚成 铁口之段 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中午好时辰 我是郑虚成 今天非常高兴 在请 在现场请到的是 民间四改会的董事长 林有宋 林律师啊 来参谈 呃 大家都很不想碰到的 但是跟大家都有关的 就是 法律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是国民法官法 国民法官法 听不懂 但是国民法官 刚林律师 林永宋律师解释了很多 我觉得很多东西跟民众息相关 可是目前 好像 就是我看最近在野党也在质疑说 为什么只有刑法 为什么其他的包括行政法 这些什么税法 这些 我万一我这个 这个我会重罚 比如说说我逃漏税 然后重罚个几千万 我也要这个国民参审 不然的话给你们这些行政法院搞 这个自由行政之后 我这就罚定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你可以想象 你如果没有 因为没有陪审或参审 你就是职业网官来判 对啊 那刚才大家也讲到 如果今天我不管是参审陪审 尤其是陪审或者参审 那你会觉得说 哦 那这样会 可能会比较 程序好像比较 复杂 有一定点复杂 对 然后 说不定 说不定你的律师会贵一点 对不对 律师会 如果你有找律师 可能会贵 因为时间会 比较久啊 那在美国的陪审制度 它是限法的权利 你可以要 你可以不要 你不要的话 就是回到职业网官 那你可以想象 谁会要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要这样的一个机制 过场 对 因为 因为你会选嘛 你为什么会选要 因为我冤枉啊 那我宁可 有 而且我 第一个我冤枉 我如果有冤枉 有冤屈 我想要的他比较多 等一下 对我有一个事情 所以国民 所谓的这个 国民法官法是 你可以选择 现在的制度 不是 不是这意思 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因为他 从2023年 就是两年半之后 开始适行六年 那适行期间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啊 他想要说 适行一下 一段时间以后 再来看看 应该要怎么样成效评估 再做调整 这是对了 这是对了 了解 制度来讲 没有错 那他现在只规定刑事 而且规定刑事里面的重罪 十年以上 六年图形 以上的罪 那这样 是在20万件 刑事案件当中的600件 那很少 是很少 那先顾不论 这个部分 它是一定 不是选择 你没有选择权 你这个部分 就一定 国民法官参审 其他就职业法官 但是 这个制度未来 会怎么走向 有待讨论 那我用美国为例 美国是陪审 美国的陪审 你可以说我要陪审 我也可以不要 不要的话 就回到职业法官 OK 那你假设 我认为 人民有选择权是对的 那人民有选择权 这个概念 不管你参审陪审 那他有选择权 你想谁会来选 怨难的人 第二个就是说 他觉得怀疑说 法官会不会 比较真的政府的立场 这种案件会不会有 所谓的 法官比较不中立 或者有色彩 假设有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想想看 什么样的案件 人民会这样想 所以我们民间 在你那个 版本的时候 我们后来想出一个方法 你要事情 要不要找一些 比如说我们分成刑事 跟刚才 郑先生所提到的 其他的行政 其他的行政 我们就刑事来看 刑事案件来看 如果今天是 请一位游行 妨碍公务 因为我是 对不起 好像我对不起政府 你认为我妨碍公务 我认为没有 我不是 我会担心 法官会不会也是公务员 就比较站在政府的立场 来处罚我 也许处罚不中 可是我觉得冤屈 或者是贪污 或者汇选 你可以想象 贪污汇选 这种案件 一定是站在 被告的对立面 不是 不只是 有点担心是 蓝资政 绿的会倒霉 绿资政蓝倒霉 会不会这样 就是政治背景的关系 会不会这样 有时候有这个疑虑 大家都会这样想 有时候会有这个疑虑 不一定 但是有时候有这个疑虑 好 那我们讲行政救济方面 税监是政府要跟我磕税 对 那那税监单位 当然有时候就站在 他想要磕税的立场 对 有时候他可能违法不当 对 好 那行政法院 台湾现在行政法院的法官 博会率很高啊 大部分都是博会 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对啊 那那那比如说 我们又讲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是民事案件 对 我告国家呢 那法官会不会比较偏正 对 不是每个法官都这样啊 我这样讲当然也是不公道 不过确实有这个心象啊 因为因为比较偏国家的 我讲的念啊 中心的 我把你驳回哦 事情比较小 我如果就国家赔偿一下 赔个什么三五百万 一两千万的话 可能这个就引起轩然大波 有时候会 有可能 有可能啊 有可能我想法 所以比如说 在我们现在事情的只有形式 而且只有六百件 一年只有六百件 但是未来如果这个制度 能够把它做好 确实像很多人的主张 你说行政救济不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在美国是行政跟民事 是一样在民事案件里面 那美国的陪审是包括民事 也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行政救济 都包括在内 那他也可以 他也有陪审制度 不只限于刑事 所以台湾未来的发展 如果真的把它做好 这个陪审或什么 譬如说 刚才大家讲税啦 对啊 那或者是有一些国家赔偿啊 对啊 等等 那你会担心说 会不会法官比较站在政府立场 是啊 这样的案件 让他选择 是可以考虑 那我觉得这个好处是什么 如果尤其是陪审 参省跟陪审有一个 法官的护担不一样 护担不一样 对 现在大家都在喊 司法库很重 确实是哦 真的啊 法官好的法官累死人 对啊 如果你要用心 真的很累 好 那你可以想象 现在参省是三个职业法官 对 他还要写判决书 嗯哼 但陪审呢 陪审基本上 只有一个职业法官就可以了 OK 好 那他如果 如果是 他们一直供给说 你看陪审没有判决书 人民怎么能够接受 台湾人民怎么可以接受 没有判决书的法院呢 对 那我就问他 你现在有没有判决书 有啊 人民看得懂吗 看不懂 我记得有一次 我搭电车 那电车司机知道我是律师 就说 哎律师律师 帮我看一下那个判决书 我是隐还是输了 我说 啊你看不懂 我看不懂啊 他结果给我看 民事案件是被告 言告之数驳回 我说你隐啊 律师啊律师 看前面要看后面 我说 看第一页的主文那里 而且 而且律师 律师林律师 很多法官很有学问 隐经据典 从头写 而且是文言文 又文言文 结构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 我真的看不懂 对啊 那你可以知道 他就问我说 律师啊 啊他为什么不写说 被告赢了 他说也对了 如果写这样 你就看得懂 那我 你可以想象 人们要什么 人们要知道 他结果是什么以外 要有理由啦 对 他不一定要很厚厚的 一困盘结束给他 对对 那个是你法律人的作文 对 可是你会想想看 法官最重要在做什么 好好的审理 对 听好好的听 对 好好的评议 评议就是 好好的判断 对 那个理由 可以简化吗 一定可以 不一定要写那么啰嗦 那我们要表达是说 现在他们的三审次 法官的判决书 也简化 不简化不行 一定要简化 那我们 他们就批评说 你是素人判 判读你无罪或有罪 那这个怎么写判决书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一定要判决书 可以啊 现在陪审 已经发展出一种情况 是你在审理完毕以后 法官会告诉你 法律的相关重点 叫做陪审员的指示 他会告诉你一些 基本观念 然后呢 他告诉你 像我看到我给予的例子 你有一个评议表 你有很多的真点 因为这真点不是他生出来 是简辨双方 在争论过程当中 被告有没有杀人的动机 被告当时有没有在场 所以这个均值点在哪里 评论 那写的可能七八点 你去评议 评议结果无罪或有罪 你那个就是 比如说 他说被告不在场 凶刀的指纹不是他的 大概就结束了嘛 可能就 所以我们要表达是说 像这个部分 他的判断理由 你说不够 一定要讲证据 一定要写得很温溜溜溜的 我想那边不一定要这个了 所以 所以 这样法官是不是节省一点时间 是啊 那他如果有罪要量刑 量刑量刑量刑没关系啊 量刑你要宣判笔录嘛 他判进战罪 我记忆什么什么什么理由 判他两年八个月 那 那原因是这样 也可以就 就这样 简单嘛 说明理由 对对 其实可以简化 用笔录取代判决书 因为很多法官的时间 花在写判决书 判决书都厚厚的一大叠 对 不但引进据点 有时候还把现在这个 什么时代剧的这种台词 也写进去 记不记得 对对对 就 没有 我觉得 因为越受瞩目的案子 我觉得 法官会 对 然后越会想说 啊 媒体报道 那我不能 不能写说 哎 你有罪 无罪 这个法官是没有学问吗 我会觉得 法官认为说 居然会被 如果被写成这样 不行 我就要写得 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稍微续续续续 我们郑文豪诗诚 哈喽 欢迎回到郑文豪诗诚 我是郑诗诚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的是 民间四改会的 董事长 林永宋 林律师 来谈谈这个 叫做 国民法官法 国民法官法 大家觉得说 跟现在的制度 有什么不一样 刚刚我们林律师 这个讲了很多 可是很多人 越越意识 我没有case 对不对 可是我想参与 美国有那种 那种陪审团是 他们都选定说 这个案子 有哪一些 这个陪审来 他们有些名单吗 那如果我想参与 这个国民法官的话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还是 我要主动参与 还是被动被抽到呢 基本上 他是被动的 就是说 他有一些 所谓的消极资格 意思就是说 你被排除掉 比如说你是官员 你是学法律的 前科犯也可能 也许你有前科犯 或者你在 你有身体 有怎么样情况 或者你连国民教育 都没有受完 国民教育 一定要高等价 但是要国民教 等等 年纪23岁 现在年纪人都抗议 说为什么18岁 为什么18岁 那anyway 但是 现在规定 就23岁以下没有 这个以外的人 就在一个大名单里面 OK 那我刚才讲 就是用错的 不是说我愿意 那有些时候很好玩 如果 如果那个 很想当 陪审员的 有时候 有时候 简便双方 还不想选他 因为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会不会 哥什么气 我跟你讲 李律师 我开玩笑 有人这个美国的电影 看太多 哎呀 陪审员 哎呀 开玩笑 是那种百年 就是感觉上 就是百年难得一役 我如果当过一个 国民法官 也不容易 那个美国 现在虽然大部分 都是认罪协商 他进入陪审的 其实不对 但一年 有一百万人 在当陪审员 对呀 那这个是 其实坦白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 华制教育 是 你可以想象 我们比如说 他很有名的 嘉义杀警案 那我们看到 那个警察被杀 我们都很同情 父母这样都很 就是很不舍 对不舍 很难过 很不舍 但是坦白讲 我们比较少机会知道 那个被告到底 不管他 当然他不对嘛 但是他到底那个 那个他的 前面的情形到底怎样 是 报道的可能相对比较少 但是你今天如果当 参审员也好 评审员也好 你进入到华庭 那你会听到什么 整个的过程 不是不是整个 你会看到 对立的两边 在辩论 OK 检察官说 这个人可恶 你看他 那他开场 辩论说 你看不是这样 对 然后他开始 透过很多的证能 检察官问被告不利的 律师问被告有利的 然后你会觉得 怎么一件事情 这么多的角度 到底谁讲的对 好 那最后他们还会截辩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 你不会只看到一面 你会看到的 不只是一个报道 他有证据的概念 那你会 会觉得 这事情要想一下 到底对还是不对 或者我会不会只是单方面的信息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对台湾的人民 对司法的了解会进步 当然是真的 对 这也是一个好事 对 因为我突然想到个case 就是美国曾经拍成一个电影 就是一个黑人的小女生 到在好像在哪里路上 被几个白人的大人给飞离了 后来被那个黑人小朋友的爸爸撞见 当场拿枪就蹦蹦蹦全部宰掉了 好像杀了两三个 结果这个案子 经过大陪使团 结果一路以来都被判有罪 杀人罪嘛 你这个开玩笑 最后那个律师 结案层次 我记得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句台词 就讲到最后 他讲了一句话 然后各位陪审员 在想象一样 如果这个小女孩是白人 你知道 所以那种感觉 很多东西会影响了 不但是法官 还是陪审员的心证 你都不知道 那种东西天生 黑人 杀了三个白人 开玩笑 已经杀人罪 那如果那个小女孩是白人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一定要很多人 集思广义 才排除那些 很多主观的东西 对 因为 对 没错 就是说 因为我们坦白讲 现在网路很快 我们看到信息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有罪 这个人应该判死刑 这个人要怎样 那不是说人品不能这样判断 但是事实上 有些事情 是很单纯 有些事情是很复杂 很兜相 对 那因为陪审 刚才讲说 像国民法官 只要三分之二绝就可以 原则上陪审要一致决 或者是更高度的决议 像美国一定要12比0 有罪无罪都要12比0 12比0 要一致决 OK 但是在英国呢 他说11比1也可以 10比2也可以 有啊 我看过那个 很多香港电影就是这样的 香港可以7票的话 可以5票就可以 他不一定要全数 比较过半就对 不只过半 而且比较高的 过半多 过很多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 这意义是说 你可以想象 今天假设这12个 美国的陪审 进入平一室 保管不能进来 10分就说 来来来 我们先假投票 先假投票一下 9票赞成有罪 3票赞成无罪 那如果这个 一般来讲就过了嘛 那我们就是民族啊 多数 多数决啊 那你少数我尊重一下 但是你要胡从我啊 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 要说服的过程 民族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所以他们就开始展开 说不行不行 要一致决 所以要互相说 你说干 来来来 你说干 为什么你那么无罪 我说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无罪啦 但是我觉得 没有讨论就可以吗 那讨论嘛 你说你说你说 他就说 那个证人这么远 真的看得到吗 那天晚上 那个远的距离 真的看得到 你们真的相信 这个证人吗 没太开始 对哦 他开始会讨论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平易的结果 当然也很草率 门关起来也不知道 但也可能因为 要比较高的票数 互相所有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想象 台湾的法官 有时候是 常常是三位法官 他们讨论 有花这么多时间吗 坦白讲 可能没有 不太可能 所以就很快就 啊好啦 学长你这样讲 啊好啦 很快就决定了 那我要表达的是说 这个平易 郭面法官 大家都一样 没有华丽背景 当然有的人 会比较会讲话 没有错 说服的过程 尤其 原则上一致觉 这个部分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就会发现说 好像一件事情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对 那不管在审理的过程 看到对立的两面 或者是在平易的过程里面 互相说服的过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民主的教育 所以施法的民主化很重要 因为林律师 我最近 最近这个 我们台湾这个 上一个日本的连续剧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 不可能的犯案 你应该有可能 就是说 有些证据 大家觉得看似 就是这么理所当然 所以这个案子 就一定是你杀人 干嘛 后来发现 那个取证过去 包括那个照片 包括那个影片 包括那个电话 都是经过设计的 因为没有人去 讲这个事情 那个过程 大家觉得说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集思广义 在我们这个国民法官法 非常重要 但是你可以想象 现在三个职业法官 跟六个 这样的一个国民法官的话 如果假设 这三个国民职业法官 他是比较草率的 比较有罪推定的 可能会被影响 跟陪审就不一样 万一周中 有人 假设少数的人去贪污 拿了钱 他可能影响他 会不会 这就我们的担心 也就是说 职业法官的不好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国民法官 因为国民法官 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审判 但不像那种 所谓陪审自私 我陪审团做决定 有罪无罪 你法官来做 最后的判刑 如果无罪 你就没有事了 法官就没有了 那有罪的话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林玉士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不两岸 一起试行 看哪一个 对台湾比较好 对不对 对啊 可是那 三年后才开始 试行这个所谓的 这个国民法官 2023年 2023 一号一号 还有两年半 对啊 为什么要穿他顾啊 准备是要的 OK了解 因为很多的配套制度 因为他还牵涉到配套制度 你可以想象 如果在法庭上 还是用这些术语 国民法官听不懂 听不懂 可以吗 可能不可以 证据法则 要不要 因为现在证据法则 我们台湾证据法则很草率 对 那要不要规定更严谨一点 国民法官都听得懂 那这些的配套 我们已经还没有做 很多还没做 而且你知道 我们现在是无罪推定原则 以前是你要证明说你没罪 现在你要证明我有罪 对不对 以前证明说 这个时候你在哪里 你得查出这个时候我在哪里 不用我来证 可是一般的国民法官恐怕 无罪推定 他也不傻傻 所以在参审或陪审 都一样 法官要做一些说明 说明嘛 所以刚刚一直强调 那当然其实司法院 如果再认真一点的话 在这两年半 怎么样透过各种媒体 去说明这些基本的华力概念 真的 但是我觉得司法院都 他对我说我有做 我有做 效果不佳 不能只是有做而已 就是你要大家了解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就是一个节目 里谈国民法官法 到时候打给不傻傻 被抽到以后 我不晓得我要干什么 然后被抽到以后 赶快撤队 我才不要参与这个东西 有的人会拒绝 一定的 会找一些理由拒绝 一定的 这样就 如果没有任命的支持 这制度会失败 那个李律师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参与国民法官法 到时候 弄到最后 决定他有罪 我觉得我好像 我好像对良心 过不去那种感觉 你知道 有可能 所以任命的支持 是重要的 他会觉得 他如果觉得说 我进去 有意义 虽然我花一点时间 对 但是我们就担心 国民法官的原因 是因为职业法官 如果他 就是说 我跟你想 意见一样就一样 不一样都是经理德 那我去不是花瓶 我去干嘛 会降低 日本的国民法官 就意见下降 他有点下降 那十日的十一年 是下降 所以我们 有点担心 如果下降 这件事情是不好 就是我觉得 法官的心态要改变 不能说 我被你们六个 国民法官拖着走 那我这个法官 不是干假的吗 我觉得那种心态 要调整 不然的话 我们国民法官 法就很难推了 对 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谢谢 民间四改会的董事长 林永宋 林律师来到现场 谢谢林律师 谢谢各位听众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戴上请继续收听 Djlex 所组织的 POP 谢谢欧美航班 我是郑师成 我们下周六 这个政务好时辰 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